新鮮水蜜桃一颗颗悬挂在树上 香甜饱满多汁让人看了好想咬一口 一口咬下瞬间爆汁 每年四五月正值水蜜桃出手季节 虽然今年遇上南部旱灾 但水蜜桃产量并未减少 甚至口感更加浓郁香甜 虽然是旱灾 但是旱灾并不会影响我们的生产量 那既然水蜜桃我们有测试过 都是平均在甜度在14度 我们做一个初步的统计 大概就是130万粒左右 去年跟今年的价钱都一样 今年的大小没有说太大 因为雨水不够 那马虾水蜜桃不管是品质口感 都是数一数二 寻仙游玩深度旅游 还有这里不能错过 黑暗中一闪一闪 萤火虫空中飞舞 穿梭在森林间 在夜里就像银河般耀眼 双手一握满天星斗全在手中 民众抓紧萤火虫尾声摸黑 前来观赏这浪漫的一刻 第一次来这里还不错 觉得这个体验不错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多的 四月份为萤火虫高峰期 甚至有20万只同时在空中闪耀 因为今年润二月的关系 所以整个萤火虫它的周期会往后 差不多一到两周这样子 那萤火虫的数量一直到今天 都还是数以忘记了 还有将近七八万只 我们在高峰的时候 当然有二十几万只 五一连假即将来临 别忘了纳玛夏银河 还有一场多只的水蜜桃 来趟深度生态旅游 华语新闻林薇凯高临景 高雄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